春有白花 秋有月 夏有陽風 冬有雪 冬無限時花幸福 也是人間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節放 我們相信在座都有很多位做了人父母 或者野麻麻公公婆婆 我們怎樣才可以樹立一個好的榜樣 給我們的下一代我們的反輩去看呢 怎樣去教好我們的下一代呢 都是不斷去學習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節目很高興請到周欣平老師 他也是一位家長 他以家長的身份和大家去分享 又不知怎樣去做一位好的家長 好的爸爸 或者他的太太好的媽媽 究竟怎樣去做好這個角色呢 原來小朋友不斷長大 自己又不斷學習 都是一種學習 然後遇到弟子規 把弟子規帶到家裡 然後全家人都能夠身體力行 去做到弟子規的規範 我們有請周欣平老師 好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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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位家長 好幾位長輩 好幾位女余記 不安 太高了 真的很感恩三寶中心能有這個平台,讓我分享 其實一直以來,我也是一個家長,現在都是家長 因為姐姐還是12歲,腹部高,我經常說恐龍的身軀, 因為她吃東西夠快,人就這麼高,出個拳就大力過你, 其實很擔心,因為拳夠大,手具夠長, 但她那個老子還未成熟,其實很擔心, 所以我經常說,我都抱著她,要不要去聽話, 聽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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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媽媽要你聽話, 其實我們一直都說,我不要你聽話,爸爸不要你聽話, 要你生性而已,已經很多了, 好了,這個主題就是還我父母本息, 剛剛做了爸爸的時候,很自然就做了爸爸, 因為做爸爸不用申請,只要和一個情人, 大家能夠一起的,大家都是結婚的伴侶, 然後結婚,結婚之後很自然就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就做爸爸媽媽不用申請, 做爸爸媽媽又不用拿證書, 開始有小朋友,開始有小朋友, 開始一點我都不是太用心有小朋友, 來不來吧,來了之後,都很自然來的, 來了之後,突然間有個意識,就說, 哦,很大的,要走的,不如放在地上, 自然懂事就最好了,都不用想, 其實事實離自己很遠, 開始爸爸的父性,可以像一棵芽菜般飆出來, 給什麼給他最好呢,當然,我們又奶粉,又撩片, 然後就給,我想都差不多了吧, 做動物幼稚園,做爸爸的責任就可以了, 然後最大的問題是,請你為他犧牲些東西, 哇,要說犧牲些東西,我自己還未玩夠, 我自己還有相機,還有模型,還有行山, 還有什麼都沒有的,怎麼辦呢, 但是他生日生日出來,那你就是犧牲的, 那時候就開始,啊,好啦,我想都可以生日自己走, 相機,玩具,男生,都是一些很遲著長大的一些男士, 因為男士,人家說幾大個都是小朋友的, 因為女士是比較成熟的,所以就有這個問題, 好了,為了放棄了些東西之後, 然後就說,要給他一些的中經數, 一些的訓練,一些的教授, 現在爸爸媽媽都會有這樣的做法, 那,就逛一下書展, 逛一下書局,找一下字典,有這麼厚就只有這麼厚, 買了給他之後怎樣?買了給他搞定, 爸爸責任他搞定,你來讀吧, 買了Disney Channel,最好陪他坐下來看, 他繼續看,都挺好的,但是那時候, 那時候還打算是,是不是最好的呢, 還是還是差點東西,是嗎? 但是,社會那裏就告訴你, 這些已經是最好的, 你在網上找的資料, 這些是最好的親子教育, 最好的育兒教育,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說地址規? 因為地址規沒有商機, 因為他在網上找到的東西, 他都是有商機的, 只要你光顧我, 只要你買了這件東西, 你就搞定了, 因為他要有商機, 所以他才說, 都是沉沉密密, 找一些最好的材料給他, 但是沒有人告訴我, 什麼是最好的, 都是沉沉密密, 最後一看網上, 找到幸福人生講座, 幸福人生講座, 和親子成長班, 那時候是很少有的, 甚至只是在國內自由, 在國內自由, 打開來看, 幸福人生講座, 遞子規, 進去看古文, 有三個字, 三個字, 有國語, 進去聽聽聽, 但是聽就沒有用, 聽就一定要去付諸行動, 在哪裏, 可以學學, 大家一樣, 我都要坐在這裏, 等我先生教, 我才要入路, 因為有些人是這樣, 你叫他自修, 他很聰明, 他都不是很聰明, 他一定要坐定, 先生拿東西在哪裏, 他就覺得上課了, 那我就去找, 那裏有課上, 那時香港是沒有的, 這次就是深圳, 去深圳, 去一些城中村的烏登黑火謀人的地方, 都有點怕見面, 不過那時就跟太太說, 太太, 我晚上回不來, 你就報警, 我做爸爸的, 就先入府月, 看看那邊的所謂弟子規是怎樣, 進去之後, 一進去就黑默默, 沒有人又沒有人, 這是茶館, 為何沒有人, 究竟說有弟子規? 好, 好, 反正, 有場要走都比人快, 就在那裏留下, 剛剛九點鐘之後, 那些學生就開始過來, 很多媽媽和家長, 都帶了一些小朋友過來, 原來已經開班了, 九點鐘之後, 他就要亮燈, 因為他在一些公益免費活動, 所以他是借人家的地方, 那時候都是借人家的素菜館, 這些地方, 一個平台來逢星期日, 辦一些弟子規的東西, 原來那些老師, 還有那些老師和耳工, 都是一些很發心的家長, 他想自己的子女好, 他們一起來幫忙, 九點鐘之後, 就馬上有人了, 是早上, 好, 原來可以上課, 上課後, 上課後, 第一件事是甚麼? 排好椅子, 排好椅子, 坐在哪裏? 坐在最前, 坐在最後, 當然是最後, 坐得快, 現在香港人的習慣是這樣, 兒子,你坐前一點, 因為他前一點, 父母一定是最後, 因為學生就是你的事, 那時候都是有這樣的習慣, 好, 坐在最後, 然後就聽了一些弟子規, 弟子規那時是, 剛剛是接觸的, 國語, 文言文, 又不是很識讀, 識的字, 逐個字, 逐個字拆開就容易, 但你要整篇讀完, 又很困難, 三個字, 三個字, 讀到第幾篇都未讀完, 那時候是, 讀到入則孝, 初則低, 已經睡著了, 因為由早過去, 有自己業氣, 業力又重, 障礙又重, 一讀這些經書, 就睡覺, 沒有了, 都不是辦法, 但都很堅持, 每個禮拜都有拖上去, 見熟了你的面後之後, 可以跟老師, 家長, 大家聊聊天, 怎麼經常見到你, 你是哪裡來的, 大家在那裡聊聊, 然後才開始一個活動, 我都有足足, 坐在後面, 坐在家長那裡, 坐了兩年, 坐了兩年之後, 又可以去聽, 又可以去背, 即是背個禮拜, 背一下之後, 我說, 不行的, 你背著的時候, 小孩子又是大緊的, 我說, 不如讀快點, 但一個禮拜只一堂, 就開始在香港, 香港去找那些弟子規教材, 其實也有去香港, 不過只不過, 被人家戒定在, 戒定在一些幼稚園的教材那裡, 你去書局, 你不要去大學內那裡找, 你不要去精神科那裡找, 去了幼稚園的教材那裡, 但都是國語的, 一邊讀, 一邊在家讀, 慢慢自己讀, 那時候就不勉強, 不勉強自己和太太讀, 因為, 你一去就去了一天, 你回來就搞弟子規, 什麼來的, 很難入, 是不是, 然後兒子,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已經習慣了, 家裡有一個習慣, 就是說, 挺好的, 你不勉強去讀嗎, 他又不行, 因為你星期日已經出了一天, 你回來就要這樣, 星期日, 放你出去已經好, 很感恩, 是不是, 星期日, 應該要多些陪子女, 陪老婆, 好了, 那你便自己讀一下, 把書放在桌面, 那時候, 其實家裡已經習慣了, 家裡有一個習慣, 其實挺好的這個習慣, 就是, 家裡從來很少買這樣的雜誌, 即是那些主流的雜誌, 那些月刊, 那些什麼明星, 那些什麼明星, 其實家裡很少已經有, 因為, 要你扔掉你的頭銀, 買你的, 買你的容易, 其實看幾個字之後, 要你處理, 其實都很透過頭銀, 是不是, 而且, 開始就不看電視了, 開始不看電視, 因為電視, 初次是說, 是不是茶毒, 茶毒, 不是茶毒, 不清人, 大人都是茶毒的, 是不是, 都一樣會的, 因為, 永遠那些電視節目, 都是, 講些什麼的, 恩怨情仇, 是嗎, 恩怨情仇, 總之是, 是恩怨情仇, 離不開這幾個角色的, 講講一下, 講一下, 有情人, 忠情捐索, 都是那些主軸, 在家裡, 就好像很少會看, 看的時候, 自己播放幼稚園的弟子, 看看, 原來太太, 都開始奇怪了, 咦, 怎麼說這些, 跟爸爸以前, 跟爸爸以前說的, 都是一樣的, 有些很相似的, 但是, 只不過, 那時候, 老人家那時候, 愛惜我們的後輩, 很多都是, 提示我們的, 講給我們聽的, 但是, 原來, 看了之後, 這個不是那時候, 爸爸講過, 這個不是媽媽講過, 原來, 方方面面, 都是在大治規那裡, 有說, 就是, 告訴我們, 我們要注意一些東西, 其實, 老人家為什麼說這麼多東西給我們聽? 想你好, 對嗎? 想你呢? 比如老人家的時候, 見你這樣不對的, 甚至, 見你經常走在家裡的, 都不動的, 動力又低, 多數都會提你兩句, 為什麼? 愛自己的小朋友, 因為愛自己的小朋友, 甚至, 他為什麼會提醒你, 他不想你走那麼多冤枉路, 因為他已經走了很多冤枉路, 他現在知道這樣了, 現在見到你這樣的情況, 他便提醒你, 但你現在年輕了, 你那套, 你那套不同我那套了, 那弟子規是來的, 你那麼遠, 那他那套就跟我們那套, 現在我們那套融不融一著呢? 然後, 融後解釋, 原來很多弟子規留給我們那些, 就是以前我們的長輩, 我們的先人, 即是我們的古姓先人, 告訴我們一些, 他們曾經走過的冤枉路, 我們就知道之後, 雖然是三個字, 但是三個字, 始終有一些智慧的結晶, 如果你試試看, 你拿這三個字, 你拿去西方, 三個字, 你便會變成三寸的本書, 三寸的本書, 可能是說幾個字, 因為我們中國人說什麼? 中國人說暗性, 是嗎? 你這三個字, 你誤到的, 就等於看了一本這麼厚的書, 其實不錯的, 好了, 這就是孔聖先師, 我也是這樣說, 早幾次做的時候, 兒子呢? 兒子大過了, 走過看過之後, 咦? 紅夫子, 我好開心, 至少他沒有說什麼, 沒有說是聖誕老人, 這個人呢? 這個人呢? 哎呀, 我兒子, 我馬上起床, 我又是, 我抱一抱他, 哎呀, 你起碼看到這個, 很寬, 隨口地說, 很寬, 很寬至聖像喔, 好啊, 如果不是, 如果我是聖誕老人呢? 其實我真的要檢討, 我那個教學, 跟他陪伴他成長的一個, 一個數字, 由於是這個第字規, 好了, 先講講, 這個很簡單, 因為我很怕記字, 我記來記去, 始終都是記這一段, 在古聖詩殿那裏, 古語有運, 若要養而安, 三分姬和寒, 聽到這句嗎? 比較難少的, 比較好少的, 若要養而安, 三分姬和寒, 好了, 因為這句離開我們比較遠一點, 我就把它變一變做, 現在近代的語言, 即是說, 想要孩子身體好, 百分飽素食, 想要孩子福為獎, 五分, 五分什麼? 五分, 加勤士, 想要孩子這一世都幸福嗎? 現在三分好命救, 這跟上面比較對應, 依然說, 為何要三分姬和寒, 因為你要給他一些寒, 一些寒, 一些寒, 他要懂得珍惜, 好, 現在就是說, 你想他這一世都很幸福嗎? 請你現在就不要給他那麼幸福, 讓他知道, 讓他在生命之中, 有兩個字出現的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 接觸過的, 接觸過的, 就會有一個種子, 在腦海之中, 認識感恩兩個字, 但現在很多學生, 都未出本他拿到很多, 文憑也很多, 但你懂不懂做感恩? 你懂不懂? 他在心靈中, 他仍未種種一種, 好了, 那大家第一次來吧, 如果當你有小朋友的地方, 第一聲, 如果是媽媽的, 爸爸的, 第一聲是什麼, 想小朋友, 寶寶仔叫你的叫甚麼?叫媽媽?叫爸爸 如果那個小朋友現在這一刻 現在還有這樣的情況 最多聽見我們爸爸媽媽說的是甚麼? 快點 就是快點 現在是快點 因為快點是我們的口頭船 現在有沒有試過搭電梯? 一開到電梯裡面的人都未出來 人們就衝進去 裡面的人都出不了 我們是要頂著門樓 快點 所以就有這個問題 我們在家裡都是習慣快點 快點回來快點 快點放到書包 洗澡 吃飯 接著快點甚麼? 快點檢查功課 有沒有通告? 通告和手冊? 有沒有那些? 快點拿出來 接著放在桌面 看都未看 快點睡覺了 插牙睡覺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 快點起床 快點起床 快點 快點 又是快點 出門 出門 好了 我們的溫馨提示 每一句前面都加了個快點 所以電梯一開門 那些不用等裡面的人就衝進去 因為甚麼? 因為爸爸媽媽教的 誰教我們? 因為社會教我們 我們經常都說快點 因為怕甚麼? 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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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現在社會的風氣 幸好 因為我女兒 都是我生命之中的菩薩 我爸爸快點到甚麼時候 要快點告訴我 快點到甚麼時候才可以 不用那麼快 其實如果我們做監獎 我們是沒有這個 Food stop 還是要快點 快點到甚麼時候呢 就開始 變成我一個反思的開始 這個快點 所以 都是一個社會上的緊箍咒 因為你做爸爸媽媽的 其實真的不需要拿證書 護士 甚至你去醫院 去其他地方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快點之後 請一夢師兄 謝謝你 一夢師兄 請一夢師兄 我送你 不用緊 因為這影片是我昨天快速做的 那如果有些菩薩不看過的 大家就知道,这个我下次有机会再继续 这幅图其实现在在提醒我们 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们都怕他不要输在气跑线上 就算你有社会经验 当你自己的儿子都可以了,都大了,他又会再结婚 又整个孙子的时候,都会害怕 怕他会输在气跑线上 他们现在这个气跑线上,差不多准备开始了 但下面又要搭金钱 现在养个小朋友多少钱? 这些金钱当然不够了,100元 现在养个小朋友可以钱 不便宜是吗? 以前早两年的你生过400万 我想现在又要再加了 500万 其实不是需要的 我说我有两个,现在有些很怕生 不是不想生的,如果真的给400万 可以现在500万生两个便要这么多成本 那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比例呢? 那我生三个,是不是有1500万呢? 那怎么办呢? 好了,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怕什么? 我们都要说赢在气跑线上 又怕什么? 赢在气跑线上 大家有没有想过后面那句呢? 就是说,输在终点站 甚至是未去到终点站都输了 都有这样的情况 好了,一梦师兄,麻烦 今天这两段影片就希望播到 妈妈不是妈妈 请播,连续两段,谢谢 正好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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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可以頂不住做媽媽的 其實現在做媽媽的壓力很大 很快 不同的媽媽或者有不同的本事 但他們面對著同一個社會 生活同樣是生活的 當中很多心情的感受 都是媽媽才會設定體會了 媽媽之間是不可以互相守護 一起分享生活智慧 就算是能不足道的小事 一點小心思 都可以令大家過得更英雙 好 接著第二段 立場合遜 英國有5男生已經分身了GTNX 是什麼 人的手仔純純已經可以双喱拼電比賽 8歲已經是國際象 KK王二 brew 那就是學合 每日項目 誰才找來呢 我每日已經被工學 奧索班 德羅 班 英國班 才提及學中公學區都認不出其中四複 半首方 她都記不到 王女天啊 阿B,明早我們就要試同學西班牙文,下午就要上奧嫂,然後就學小提琴班 你的小提琴呢? 哦,現在都大了 哎呀,舅舅說待會想聽你拉成怎樣,然後介紹一個很厲害的小提琴老師給你 就是現在所以有空間讓我吃完 在這裏會變成了 在比一旦的手提琴, pivot到一起 在這裏會的一個國際化碼 我好快樂 好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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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快樂 很快樂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不要緊,謝謝 但這個情況其實在我們生活中有的 有沒有看過這個網上的報告? 這個很奇怪 但這是一個小學生去補習的時候 只不過是一個英文的功課 英文功課有什麼? 1,2,3,4,英文字 這個呢? 中文字,中文的細寫 現在它要寫什麼? 日文,這個是存在的 日文之後韓文 下面這個,THAI 不是泰文 下面這裏就是法文 以前還說是兩文三語 現在已經發展到這個情況 如果你是做父母的 你們都會很擔心 為甚麼呢? 它和你一起出門 它又遲過你回來 回來之後呢 第一個是什麼? 快點吧 那怎麼辦? 又快點放下書包 快點分下 第二天再起 抹開眼又再快點 現在小朋友的學習環境 因為我們學校造成 某程度上是家長的 因為家長怕吃虧 請學校那裏就更深一點 所以現在有一個惡性的循環 最後都是你的孫呀 你的小朋友呀 背書包又重重呀 跟著又時間很長 跟著它都說 我可不可以不補習呀 那就是你容不容忍到它 搜索紅色嗎? 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如果搜索紅色的時候 你又會怎樣去面對呢? 所以就是做家長的時候 開始有這個掙扎 一邊掙扎一邊怎麼辦呢? 又開始要想到 原來做父母要有個上剛性 要有一張證書 然後才可以輕鬆地 跟子女一起面對 就開始接觸了 這個幸福的人生的講座 因為那時就開始要穩 這個情常才不過絕 一個好字 接觸到弟子規之後 一個好字 這個好呢? 做好在哪裏呢? 雖然是弟子規來自己很遠 但原來現在很多方方面面 我們生活那裏和現在這樣紛爭的社會 原來如果你是用弟子規 你都能夠很容易解決 先說到弟子規 弟子規有個前門 為何我有個好處呢? 有個好處有個前門有個後門 中間呢? 中間就是我們的家庭 好處的前門呢? 在你家裏 因為我們家裏 我們常常都想說 什麼? 想想一個幸福家裏 幸福和諧 均興的家裏 好了 但現實和這個又不是這樣接近的 所以你讀了弟子規 你可以在事情 在你家裏還未發生的時候 你可以守好你的前門 因為第一件事是說 不會有爭拗 不會有怨恨 不會有攀比 不會有不好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能夠讀到弟子規 而將這個弟子規 又融入在你的生活那裏 他可以幫你守好前門 但如果沒有讀的 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 不過很容易就會後門相見 後門知道在哪裏嗎? 後門就是法庭、差館和律師那裏 因為兄弟那裏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我最記得 恩平最記得我告訴他 就是當我媽媽不在這裏 我很想跟他盡孝 但是人已經往心了 很記得那句說 兄弟目孝在宗 原來跟自己的兄弟和睦的 等於跟媽媽行孝 這個要深深記在我腦上 所以以前跟哥哥打架的 兄弟嘛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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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跟她一樣相處 慢慢一步來 當你氣 當你都很生氣的時候 但是你記得原來跟哥哥不吵架 因為你和哥哥吵架 最後傷心的是誰? 媽媽 他在下方有在船 他還是涼啊 所以就開始跟哥哥去收好那個翻戲 即和媽媽一個行孝 但只不过有价,但我不读的时候就不知, 两兄弟就不用在后本见, 两兄弟就不用去警察局或去法庭, 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就会有这个问题。 如果不读之后,它会有个坏处, 这个坏处是什么呢? 这个坏处,我在一边分享的时候一边有感觉到, 就是现在社会的风气, 现在社会的风气是比较差一点的, 大家都知道了,因为怨气很重, 一个责怪很重,和分裂很重。 这个社会的风气,好像变回人一样, 不知道你是否容易感冒呢? 容易感冒,还是感冒一来到,感冒一来到, 很容易又会伤风,会流鼻涕, 即是人的身体很弱,很容易外面翻一翻风, 摄一摄,人会感冒。 如果你在家庭那里,身体不强壮, 外面的社会的风气一摄一摄, 那这个社会的风气也会不会吹进你家? 其实都会的, 好,好像现在常常有屋邨的父子, 然后骂个爸爸, 甚至去到订砖头黑警, 那个爸爸做警察的, 那儿子就在外面示威, 外面说黑警, 然后回到家就骂个老头说黑警, 其实我为什么会这样的比喻呢? 因为如果你的身体弱, 你很容易有感冒, 如果你的家庭弱, 那你便很容易受到外面不良的风气影响, 因为现在外面社会的风气, 就是说对社会有要求, 对自己就没有责任, 千错万错, 都是你错, 我没有说错,是你听错, 大家看到吗? 大有人才, 那些人恶言恶语, 那你怎样? 恶言恶语, 我们很多人都很容易说你, 恶言恶语, 就是恶王, 好, 这个是老板, 不可以恶得, 那怎么办呢? 那口气出在哪里? 出在子女, 甚至出在社会, 见到垃圾桶, 一脚搅拌它, 这些是恶来, 恶来你又无得宣洩, 恶王, 好了, 因为香港断了一个很久的中华文化的失禁, 但是会怎样? 好,外面的风气会过来这里, 因为你的抵抗能力低, 人家感冒, 你又感冒了一份, 人家在家扔砖头, 你又扔砖头, 家庭不会, 见到有这样的情况, 不知怎算好, 懂得养, 但未懂得教, 常常都会皱着的味头, 你搭币, 和旁边的那些, 有很多都不会很好的味头, 都会皱着的味头, 因为家家有个难言得经, 但最惨的事情, 失败的家庭经验, 就会一直一直复制, 会有的, 所以这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好了, 读了弟子规之后, 我能守住好自己的家, 家里没有了, 算是比较和谐, 但家里会不会有争拗呢? 其实一样会有, 一样会有争拗, 一样会有争拗, 一样会有不顺眼, 嘴嘴声,嘴嘴声, 嘴嘴声, 但读了弟子规之后, 那个复原的时间会快很多, 等于这样, 我和我们儿子女, 你说你读了弟子规之后, 儿子女会不会完全无事, 完全会很乖, 其实不会的, 只不过他读了之后, 当他出来社会那里, 和他的同学, 和他的朋友一起, 他开始发生那个, 叫做, 叛逆的时候是什么, 那个时, 我的时作是一阵短暂的疹痛, 他如果有弟子规的种子在他身上, 这个叛逆的时间很快就会修正, 但是如果你没有那时, 就是你的身, 你的底子不好的时候, 你的感冒, 接着又流鼻涕, 几个月都未搞得好, 所以这个是和身体, 和家, 和家都有些关系的, 这个失败的经验, 就会一直一直复制, 都是, 好了, 那我有体解态度, 发无上心, 才可以将家, 和这个社会慢慢变回和谐, 和幸福, 幸福之后出到门口之后, 还有千斤的重担, 怎算, 所以一定要先体解态度, 然后我们才可以将发无上心, 好, 那我们师傅就说了一句, 因为我们的师傅, 活学就是持制一个子供, 师傅就说了一句, 有钱的人苦, 没有钱的人都苦, 忙的人苦, 闲的人都苦, 闲的人都苦, 唯独是知足的人不苦, 闲的人苦, 这个我经常想了很久, 有些人会退休, 会退休, 会很空, 他们会去旅行, 会过自己想过生活, 好吗?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是吗? 有些人会去旅行, 他去什么? 我自己的生意, 是吗? 不是想上班的时候, 就做不到, 退休呢, 可以自己有阿爸, 想向往哪样, 风景, 可以更多的经济, 是的, 这个最重要, 这个是我们, 师傅说过, 我说为何行人都苦, 他说, 如果真真正正, 无所事事, 又没有什么等着你做, 又没有等着你一定要到的东西, 真真正正, 什么历史 没有任何小层都没有, 我们才往前参加 留在我们, 我们正在外面手一桥修造尺 ию术 因吧, 可以, grit可以 謝謝"; 感謝 阿貴底head跟著 playoffs contacting temptation 唉……這樣做 忘來人苦、閒來人都苦 惟獨是支束不苦 這句我開始收到少少意思 好了,然後就到峰礘 這尾峰就提起我的 因為今日好半月有小改 這尾峰是……大家知,寫 tayำ風 是家风,社会的风, 我跟朋友一起上班时, 他说儿子去中学了, 他说懂不需要去班温的, 他说不要紧,他总以校风好就可以了, 但校风离我们很远, 你在学校门口看到校风是甚麽, 其实比较困难, 现在每个都要追分数, 学校都要有生存空间, 想在学校,有没有呢? 其实是有的,但不容易翻挖, 既然你去一些没有把握的地方, 去找的,看是否有些好些的学校, 你不知学校的校风, 那倒不如将自己家的家风剩下好些, 校风就不及家风, 有家风就有家谱, 有家谱年轻人就不会来曬谱, 因为现在很多做爸爸妈妈的, 不要说拿上光证, 拿上光证之后才开始要有那个家风, 家风不是开电视的吗? 开电视吃饭, 竟然就行, 你开电视的时候, 如果家里没有家风, 外面的风力就出入你, 借助你的电视基础, 现在不需要了, 手机都搞定了, 因为网上面和电视面这么多种不同的东西, 你又能不能够筛选到多少呢? 就算你筛选到的, 你自身的抗疫能力又够不够强呢? 所以你家里最好一定要有家风的, 什么叫家风? 什么叫家风? 对家教, 人家常说, 如果不教父之国, 所以我做爸爸都喊到, 如果不教父之国, 一不好的就不是骂他, 一定是骂他爸爸的, 常常有问题, 所以我常常抱着儿子, 哎呀你生性了生性了, 不用听话的, 好, 家风现在有一些是有, 就是说把家要做事, 要洗碗, 但是要讲明少少, 洗碗是要他真的洗好, 心灰命底要洗好, 因为有些年轻人, 他以为洗两个碗就是黄饮浩荡的, 我已经帮你洗碗了, 那你用照片怎样? 不知道, 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一定要告诉他, 告诉他, 家里除了是你成长的地方, 亦都是你付出的地方, 吃饭的时候, 第一个菜要给爸爸妈妈, 甚至我们跟他一起出去买东西, 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要求他要求自己, 双手送双手折, 就不知买报纸的时候, 如果报纸7元, 你试试两个手指夹着5元和2元, 两个手送给别人, 一个人看着你, 你为何要这么有教养, 我试试几次了, 除了是你, 除了私贵要这样做之后, 你也要这样做,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家风, 因为7元我是消费者, 我凭什么我要向你这么谦卑, 所以一个良好的家风 是能够让他收谦卑, 你说你想跟一个谦卑的人, 谦开个人做朋友, 还是想跟一个双手双脚的人, 没有, 大家心目到都有个称, 所以我们除了教他知识之外, 除了是吃饭、睡觉之外, 我们还要跟他生活上有个质量, 所以家风就绝对重要了, 先播一播这一段, 这段可能大家在网上都看过了, 有样学样。 我们来看下来, 我们来看下来, 谢谢大家。 我们接下来, 就会带我们一起去派桶袋面, 我们去派桶面致, 我们去派桶附, 我们交派桶部, 我们一起去派桶を做派桶, 我们开始拍下来, 我们去派桶边前面, 我们去派桶腿泥面吗? 我们的话, 我来一把派桶处地方 escrever, 酱油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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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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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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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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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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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还要再浅一点,做事有压力, 可以去減少,走街看电影吃饭, 減逸戏,減逸戏,減逸戏, 有些会顶不住,如果短期就去看电影, 然后去行山,行山时要听小鸟声, 因为小鸟声能令你找到感恩的事情, 我跟陈先生说,我们行山时, 除了行山看风景之外, 我们多些要找耳朵去听小鸟声音, 你习惯了找到小鸟声音, 如果你在城市那里,在公园那里, 你都容易找到一些鸟声音, 即是说,当你在生活之中, 你容易找到一些感恩的事情, 所以我将行山和感恩连在一起, 这个小原点,如果是比较肤浅一点, 走街看电影吃饭,深一点的看书, 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甚至可以去旅行, 如果有一个小原点, 我可以在下面那里, 大家是否要面图,大家不会爆, 因为当时我是听林超英先生, 大家一起说的, 你如果没有这个小原点, 你的蜡烛长期不断煲, 就算蜡烛的火是很小的, 你那个气鸣都会有爆过一天, 所以他就叫我们在生活之中, 找一个小原点出来, 就等于放那些气压, 简单一点的, 就跟朋友吃饭,看电影, 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去咖啡厅坐来看看, 好些的,再深层少少的, 就是收拾东西, 跟朋友谈素,做饭, 行线最快乐,行线, 好,谢谢你, 我是最紧的, 好,这句是重复出见到, 看到自己的幸福, 这个小原点又代表什么呢? 见虎,见多些虎, 当你见了虎, 你就知道虎了, 你这个孔就不是孔仔了, 再不是表面这样, 只是去吃饭, 逛街,跟人聊聊天, 见他有时间的, 你能够去一些苦的地方, 能够看到自己, 因为我那时去那些劏房, 跟那些同学一起去做董的时候, 哇,他落得那么斜, 算了,我都是过客来的, 上就上, 我没有电脑上去, 但是我那时, 记得我进去付出, 其实不是, 原来我进去, 我是得着的, 当我跟他一起, 去到他地方的时候, 陪伴他一起出去, 再出来之后, 发觉自己的自身条件是这么好的, 自己回到家, 以前回到家, 你总是看这儿小, 那儿小,那儿小,那儿, 那儿,那儿, 当你去到苦的地方, 最大的得着是自己, 所以说, 你要去见苦, 见多些苦, 你就知福, 甚至, 恶来善往, 为什么呢? 现在提醒这些说法, 是不是恶来恶往? 现在也是, 人家对你不好, 你就更加对他不好, 出不了气的, 找小朋友, 再出不了气的, 弄烂些东西, 总之就是, 让社会不安定为止, 恶来善往, 收隐欲, 接着就是卑自相收, 等于是卑自相隐, 如果我们师傅说, 是卑自相隐, 刚才如果认同那个瓶, 当你看到那个瓶的时候, 又有那个火种, 其实我们在社会那里, 我们永远都是, 受着方方面面的压力, 火种就不会少, 怎么可以一个蜡烛那么小, 好了, 请你找一个小孔, 这个小孔又小又大, 如果你的孔是能够大一点, 就能够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是什么, 建府, 智福, 看到别人其实是, 又帮到别人, 又帮到自己, 不用说压力了, 已经呸了一声, 你已经知道, 原来自己是活着一个这么好的环境, 就会这么一学懂, 这样一, 好, 差不多去到佛弹了, 希望大家就是过了, 还有事, 我们在来陆星期日, 会在尖沙咀, 日日也有个佛弹, 尖沙咀, 是你们自己自己自己讲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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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点到六点, 去到处就行了, 星期日,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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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先预告一下, 好了, 实际就这样, 最后有一条片, 我相当觉得挺好的, 也是一个对着年轻人, 自己有些, 自己也有气馁之事, 但这条片也是一个强心针, 好, 那一位音控师兄, 好, 这条片接下来就结束了今次的分享,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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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的坏孩子, 大和子学生的, 一个人人严重的人体少年, 你的孩子今天又在学校欺负别人了 从小学开始 他就给我夫妇俩不少的烦恼 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学校老师的电话 投诉我的孩子种种的不是 甚至把女同学的鼻子都给打流血 到了中学 更有五位老师告诉我要放弃教导这个孩子 我是一名家庭补习的老师 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刘老师你会教别人的孩子 你却不会教自己的孩子 所以每次听到的时候 我都会教我做这个妈的 我的心一直纠结着 喂 阿姨 你在叫楼吗 你的儿子啊 到了家还是要叫来 就不要下车 他是不是要把我抓到 OK OK 我先下来 不好意思啊 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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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阳 下车 陈阳 下车 不要每次这样 阿姨 阿姨 生气的 你每次这样 刚让我头疼的是 这个孩子有暴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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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快每次这样叫你不要欺负他 你说我每次欺负他的 讲不停的是吗 讲不停是吗 讲不停是吗你 不要讲 不要打我是不是 你上下你是不是要打我 哦 你是不是要打我 啊 我讲你多少次 我 我在论了一种大案 我真的论了一种大案 到底我出错了什么 我的教育哪里出了问题 我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对于这个儿子 我真的是无计可施了 难道我要这样放弃吗 有人就在这个时候告诉我 不如把孩子送去慈祭 一定会变得听话 孝顺父母 但事实缺失 他就算没有改变 我也没有打算放弃 因为我相信 只要我们把孩子 放在一个正能量的教育环境 就会得到真善美的爪子 而三年后的某一天 奇迹好像发生了 我的孩子因为曾祖母的离世 决定如素 我在去年七月的时候 我上了首个美课 就是他播一个video 那些鸡蛋和牛奶的制造过程 那我就觉得那些牛和鸡 我们是生命他们也是生命 如果你的人奶 你放进去给牛喝 他也会有什么可能的 我还没有经历实际 我记得我感觉就是 我们是人 我们是动物 然后我们吃他们 是一概的 那样的感觉 可是我记得 实际 我有一种 众生为平的 唯一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去体谅一下 你们非常喝了这个吸管 你们拿去丢 你们觉得唯一的一只 那个hyperine 就可以掉下来这个伤害了 你们想看 如果你们这一个半 可以一个丢一只 会有多少次 还有为什么 像你们推广这个吸管 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减少 你们每个人减少一个吸管 我们这一半就可以减少了 大约20只吸管 孩子慢出的一小步 对我这个做妈妈的来说 却是一大步 让我很幸福配人 我想我想给我们每个敬请 他为我们家里扶桥这么重 谢谢您的我们整个福祉 这个大厂 我都能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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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手腕的部分 我都能够进行 我都能够进行 成长当成成功 不成长实际 实际上 他真的是成长 我觉得很真实 我觉得这几年来 我的坚持就是不放弃 就是让他持续跟持少 我是桌堆 从孩子身上绕连来 教育始于家庭 而父母就是孩子最佳的灌溉 好 感恩音哄 感恩影片 先生 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里了 一有提大家一起过来 有缘在一起 大家都是想做一個正能量的場,一個好的地方, 畢竟是我們自己成長,也是一個年輕人成長的地方, 所以你們不要小看我們自己, 每一個我們這麼小做不到什麼事情的, 不要小看自己,因為我們有無患的可能, 我們就算在山寶中心獨性而, 我們都是將一個正能量用在現在這個社會的地方, 好像離我們很遠,但其實不是,離我們很近, 只要融入在生活之中,融入在家庭之中, 因為我就是一個見證者, 幸福的生活已經很容易,不會學搖不可救, 手都摸不到,其實我們就彎下腰, 我們已經撿到幸福的生活了, 不過就是看你的腰夠不夠柔軟, 好,今天我們回到這裡, 好,感謝各位, 如果有什麼說得不到的地方,請大家幫我包容,